别人看见交警 那不都得乖乖听话 这个男人可好 朴警官伸手地上酒精测试仪 他只是转头看了一眼 看着朴警官死死地扒住车子 男人开始抬手攻击 朴警官坚持了数十米后 终于还是无力地摔在地上 这一次受伤严重 朴警官的儿子小勇心急如焚 想起之前父亲说过 只要真心祈祷 就会被天神之少 小勇连夜跑去了教堂 和神父一起祈祷父亲度过危机 可惜天神好像并没有听到 小勇的起愿 当天夜里朴警官 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脏里上 小勇拿起十字架 狠狠地砸在神父的脸上 生死力竭地骂神父是个骗子 二十年后 平安长大的小勇 成了一个拳击手 保持着十七连胜的惊人记录 这一次 他的对手同样强大 可当小勇看到 对手背后的十字架纹身时 他就好像中邪了一样 只见小勇的眼中 红光一闪 一拳就把对手给打趴了 他没有停止攻击 直到裁判把人拉开 小勇这才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当天小勇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跟随着父亲的身影 来到了一个棺木前 看到上面的十字架 小勇当机立断地 把十字架扔了 结果这东西像是沾了胶水 死死地粘在手掌上 下一秒 十字架燃烧起来 紧接着有黑影 从小勇的身体里冲出 还以为只是个噩梦 可小勇的右手 竟然真的受伤了 好在伤口不深 随便包扎一下 就没再理会 结果那天晚上睡觉时 一道鬼影 出现在小勇床前 似乎打算入侵她的身体 小勇感觉异常痛苦 右手的伤口随即流出鲜血 没想到 鬼影竟然十分害怕 手脚必用地逃出了屋子 小勇发现右手的伤口 难以愈合 医生却查不出个所以然 助手建议她去找巫婆看看 可小勇并没有放在心上 结果第二天 小勇睡得更不安稳 这一次 就有上百只魔鬼朝他下手 无奈 小勇只好去找女巫试试 女巫一眼就看到 她身后的一群魔鬼 只是因为她有神秘力量护体 这才没有被侵蚀 女巫给小勇指了一条路 今日午夜去一间教堂里 会有人帮助她 小勇当夜就去了教堂 却有一群乌鸦 无故攻击她 看样子是有什么人在阻止她靠近教堂 这个男人被魔鬼附身了 两个神父正在帮她驱魔 魔鬼眼睛通红 很快就挣脱了束缚 年轻神父被魔鬼吐了一脸的黑血 魔鬼露出了真面目 年轻神父逃得大叫一个快 只留下老神父一个人独自应敌 关键时刻 小勇把魔鬼推开 他这伸手单靠魔鬼简直毫无压力 哪怕魔鬼爬上栏杆 小勇也能轻轻松松就拽下来 只是魔鬼沾上她右手的鲜血后 却冒出滋滋白烟 最后甚至烧了起来 老神父瞅准机会 倒下圣水 魔鬼发出惨叫 终于被彻底消除 聚魔完毕 老神父看了看小勇的右手 说这是天神的圣语 极其偶尔 才会出现在虔诚的信徒手上 这就奇怪了 自从父亲死后 小勇就不信天神 哪会是什么虔诚的信徒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来的目的 老神父跟着小勇回家 帮她的房间做了祷告 还把自己的项链留了下来 当天晚上 小勇果真睡得安稳 只是她发现了项链后 却执意把她还给了老神父 结果第二天 小勇又开始噩梦连连 没办法 她只好再次求助老神父 正将老神父要去给人驱魔 小勇开车送了她一程 看着老神父走进大楼的背影 小勇不禁想起自己的父亲 她有些不忍老神父独自战斗 终究还是跟上去帮忙 这一次的魔鬼似乎更加强大 被附身的女孩面对 经文和十字架都毫无反应 但老神父经验丰富 她知道 只要圣水进入身体 魔鬼一定会露出马脚 于是 小勇和老神父 把圣水灌入女孩体内 没一会儿 女孩的嘴里冒出白烟 吐出鲜血 露出魔鬼的样子 看下一秒 老神父直接被打飞 小勇赶紧扑上去控制住魔鬼 魔鬼飞上天 趴在她耳边轻声说 小勇瞬间暴走 掐住魔鬼的脖子 把右手放在魔鬼头顶 老神父倒下圣水 一阵尖叫之后 魔鬼被伤了个干净 此时 某个地下室里 有个男人的眼角流下血泪 他就是害死小勇爸爸的人 奇怪的是 他的面貌几乎没有改变 一如二十年前一样年轻 原来这个男人 是地狱的使者 你是老神父 一直在寻找的黑主教 每过一段时间 黑主教 就会给地狱恶魔献祭一个心脏 借此换取魔力 得到永生 可这一次 黑主教的计策失败了 老神父和小勇 消灭了魔鬼 他不得不强行献祭 老神父看见女孩流出血泪 立刻明白了黑主教的意图 里安开始隔空对峙 结果是老神父略胜一筹 女孩被救了下来 黑主教却彻底被激怒了 黑暗的角落里 弱小的男孩被推倒在地 其他孩子对他拳打脚踢 甚至把他关在了杂货间里 这个男孩 就是黑主教的目标 被孤立被欺凌的人 心中的恨尤为强烈 稍微蛊惑几句 就能被魔鬼附身 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黑主教假扮成年轻神父 告诉小勇 自己也有胜韵 可因为被老神父利用 导致伤口越来越大 小勇心中惊疑不定 不敢再接老神父的电话 另一边 被魔鬼附身的男孩 坐在一群修女面前 神态从容 一点也不怕 直到老神父到来 他才有了防备的姿态 独自前来驱魔的老神父 抵在男孩的脸上 男孩痛苦挣扎 但老神父还是很快 就把魔鬼消除 可就在大家放松下来的时候 有修女被尖叫声震晕 老神父也意识到 男孩的身上不止一个魔鬼 老神父不敢怠慢 他赶紧拿出十字架继续驱魔 可上百只魔鬼根本就驱不完 他体力不支 被男孩打倒 好在这时 心系老神父的小勇赶到 小勇很快就要压制住了男孩 他把右手放在男孩的额头 再倒上圣水 这一次驱魔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但这还没完 黑主将附身在一只大黑狗的身上 趁男孩没有防备 是咬死了他 老神父听说了男孩的死讯 和小勇来到了庭尸间 就在老神父打算祷告的时候 窗外出现了黑主将的身影 小勇想也没想就追了出去 老神父却听到袋子里男孩的求救声 男孩竟然复活了 可怜巴巴的索求一个拥抱 老神父被吸引了心神 没注意到黑主将就在他的身后 追出去的小勇终于察觉到 这是调虎离山 他连忙赶回庭尸间 老神父却已经被控制了 黑主将拿着从地狱恶魔手中得来的獠牙 威胁小勇拒绝天神的庇佑 这样他就会失去有圣运的右手 老神父不愿小勇被胁迫 主动把獠牙刺进了自己的脖子 獠牙里的毒很快扩散开来 小勇来到教堂 质问天神为何在信徒受苦时毫无作为 可他明白要救老神父还得靠自己 于是他换上被助导过的战俘 从之前就像的女孩手中得到黑主将的位置 亲自来找黑主将算账 黑主将早已安排了魔鬼拦截 可惜面对小勇的神之右手 魔鬼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没一会儿 开了挂的小勇就来到了黑主将的藏身之地 可此时的黑主将为了得到力量 把魔鬼的獠牙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地狱恶魔的能力让他脱胎换骨 换了一个全新的皮肤 竟然可以抵抗小勇的神之右手 小勇不幸被黑主将咬中 身中剧毒性命垂危 最关键的时候 小勇看到了他的父亲 他把右手放在父亲手上 得到了全新的力量 神之右手全面升级 包裹着神圣的火焰 他把老神父的戒指放在手中 带着信念一拳轰向了黑主将 随后 小勇把地狱恶魔的獠牙销毁 黑主将也因此死去 就在小勇打算离开时 恶魔栖身的水里 突然伸出一只牵手怪物 他没有攻击小勇 而是把黑主将拖住了水中 小勇没有理会 他转身离开 回到老神父身边 此时 老神父已经恢复正常 小勇热泪盈眶 还好 他终于还是救下了 这个像父亲一样 善良坚韧的老者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个人总会有一个信仰 他能让我们变得强大坚毅 也能让一些人堕落成魔 虽然思想是自由的 但小妹还是希望大家 能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信仰 这样 我们的明天才能越来越好 不是吗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